披荆斩棘的哥哥自从播出以来就备受关注 近日节目组迎来成团业 相信不少粉丝都十分期待成团名单 最后只有17个出道位 这就意味着将要有5位哥哥出局 据悉决赛已经录制完毕 而网上也爆出了成团名单 最终大湾区的陈小春以C位出道 这真是让很多人都十分意外 一直以来陈小春都是大湾区比较有人气的艺人 他的表演虽然不算突出 但却不时地给观众带来惊喜 这是十分难得的 众所周知截止已经播出的节目 台上共有22位艺人 其中胡海泉 李响 尹正 林海峰 以及詹姆斯遗憾出局 也就是说剩余的艺人都自发成团 对于这一结果其实有很多观众都不满意 在大家看来胡海泉太过可惜 有看节目的观众一定很清楚 胡海泉一直是多个角色的担当 他不仅有惊人的演唱实力 还是节目中半个主持人 很多私下聚会的小活动几乎都是胡海泉来主持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 胡海泉最后与出道位只差一个席位 十八这个名字对于其而言真的是比较讽刺 也难怪他会成为观众心中的一难评 大湾区的五位哥哥一直都是节目组的搞笑担当 但是真拼人气的话 也就陈小春和张志玲比较拿得出手 所以两人晋级是比较合理的 梁汉文早前已经出局 如今李海峰也未能成团 观众自然会感到可惜 相信让人最意外的是谢天华 谁都没想到他可以逆袭出道 论实力他自然不在话下 可是该节目除了实力外 还需要人气来支撑 显然这方面他一直处于下风 不过最终能够得到这样的成绩 向来如今的观众对艺人的实力是十分看重的 两位舞者刘迦和李翔 最终一定会有艺人成团 只是大家比较意外的是 这个人选竟然是刘迦而非李翔 毕竟李翔在节目中很会争取表现 加上他一直以来也制造了不少话题 所以观众都以为节目是要准备捧他 但事实却让人大跌眼镜 看来此次芒果卫视真的是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 总是不按套路出牌 让人摸不着头脑 传言哥哥成团后将会陆续录制两党团宗 后续的活动也不会少 看来与浪界相比 哥哥们的发展机会将会更多 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吧